维和士兵拿出望远镜 发现一名可疑男子跪在地上 衣服内鼓鼓囊囊 似乎藏着什么东西 下一刻 男人发动自杀式爆炸袭击 伴随着一声巨响 城市内其他武装分子 对维和部队发动猛烈进攻 敌按我名的战场局势 让部队损伤严重 不仅如此 街头的群众 自愿组成一股力量 对着士兵投掷事快 甚至有人抡起大锤 将士兵打倒在地 局势顿时变得混乱不堪 因为搞不清楚 其中哪些是平民 哪些是暴徒 维和部队一时之间 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另一边 当地警长 带着一名抗命不尊的 医务兵把腿就跑 他们伪装成平民 当着暴徒的面 正大光明地离开战区 就在不久前 北约组织的新成员国波兰 派遣2500名精锐士兵 响应美国的号召 进驻伊拉克 医务兵卡米尔就是其中一员 他乘坐直升机 向上尉报道 未有效控制伊拉克国内秩序 联军将其划分为四个区域 上尉接到命令 他们需要负责的 就是南方中央区的卡尔巴拉 此时的伊拉克 国内叛乱频发 而且武装分子成分复杂 既有前武装分子 萨达姆政权的基地组织 也有当地的民族主义者 稍作休整后 上尉便带着部队前往营地 他们一路上有说有笑 丝毫没有注意到危险正在降临 突然 一声枪响划破天际 副驾驶胳膊被击穿 接着 前方不断发生爆炸 一名士兵立刻接管车载机枪 对着武装分子进行火力覆盖 这时 所有人下车 利用汽车作为掩体 建立起一道有效防险 可敌人火力太过凶猛 机枪手没开几枪 就被击中 他见队友已经脱困 随即要返回大部队 没想到 半路上再次被子弹击中 倒在地上生死未卜 作为义务兵的卡米尔 这时应该前去救人 然而 他是第一次上战场 又面对敌人的枪林弹影 要说不害怕 那一定是骗人的 尚未下达命令 将伤员救出去 再看卡米尔无动于衷 队友们不停阻击着敌人 为义务兵创造救人条件 身旁的队友看不下去 大声呵斥 让卡米尔赶快行动 没想到 卡米尔却冲着对方来了一举 你快去啊 此时 侧翼敌人被解决掉 尚未第二次下达解救伤员的命令 卡米尔知道 自己逃不过去 鼓起勇气冲向伤员 他刚离开掩体 一枚炮弹就在身旁炸响 吓得他再次跑回掩体后方 那名受伤的副驾驶看不下去 他挺身而出 想凭一己之力 把伤员救到安全地带 机枪守在为其提供掩护 却依旧没能压制敌人火力 冰冷的子弹 穿过脖颈 副驾驶应声倒地 死在众人面前 画面一转 副驾驶的灵鹫被运送回国 众人陷入悲伤的氛围中 此事并未结束 上级领导得知此战的细节后 决定追究卡米尔的责任 以违抗命令为由 将其送到位于卡尔巴拉的监狱之中 接受最少五年的刑期 尽管尚未非常难受 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他想帮卡米尔求情 可却无济于事 几天后 根据美军掌握的情报显示 以伊拉克宗教领袖 萨德尔为首的反叛武装 准备在4月4日 也就是穆斯林的传统节日阿舒拉节上 对卡尔巴拉市政厅 发动大规模袭击活动 市政厅是合法政权的标志性建筑 一旦市政厅被攻破 那就意味着 维和部队会遭到国际舆论的抨击 以及助长恐怖组织的气焰 所以无论如何 他们都不能让此事发生 守卫市政厅的任务 自然而然落到上位的头上 由于时间紧迫 士兵们稍作准备 就向着目的地进发 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破败不堪的废墟 有个当地年轻人 见到士兵当即把腿就跑 宛如见到温神一般 就这样 大约40多名波兰士兵进入市政厅 除此之外 还有大约40多号保加利亚特种部队 这次行动 上位只携带了三天的食物和弹药 这也意味着 他们需要坚守市政厅三天 这时上位听说 楼下有人发生争斗 随即赶到现场 发现打人者是卡米尔 原来自从被判刑之后 他的内心相当不服气 因为部队中 并非只有他一个医疗兵 所以救助伤员的命令 同样也适用于另外一个医务兵 可领导不去质问对方 反而让自己去蹲监狱 这让卡米尔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事实上 上位也知道 军队里有一套属于他们自己的秩序 那就是 卡米尔是一个新兵 相比较老兵 他们更愿意让新来的去背黑波 卡米尔知道 眼下不是推卸责任的时候 他不再发牢骚 向上位请求 能继续履行自己当兵的职责 并指着一旁的当地警长说道 昨天这里所有的警察全部逃跑 只剩下这么一根毒苗 作为警长 知道接下来要迎接一场大战 他没有阻拦警员离开 独自一人扛下所有 一个新兵 一个逃兵 上位没打算重用他们 安排一辆汽车 打算将其送到后方 押送途中 他们不断遭到周围群众的挑衅 必经之路上 也被祷告的人堵住 无奈 司机只能绕远路行驶 另一边 上位带领小队 摆好各种各样的掩体 并拿出望远镜 不断观察着 市政厅前面的大广场 就在这时 一个可疑男子跪坐在地上 下一刻 他便发动自杀式爆炸袭击 周围的群众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炸弹波及 与此同时 一辆白色箱式货车准备闯墙 一名士兵躲闪不及 被车轮碾压双腿 队友们反应过来 果断对着司机就是一缩子 武装分子想要引起混乱 来分散联军的驻军兵力 可他们不为所动 依旧坚守在阵地之中 卡米尔和警长 见局势愈加混乱 伪装成当地平民 来了一招浑水摸鱼 成功离开战区中心 晚上 武装分子利用夜色 对市政厅发动大规模袭击 联军战具有力地形 对着敌人展开疯狂反击 街道上的枪声此起彼伏 这时 武装分子的皮卡 想要强行冲破防线 伴随着一发火箭弹 一束火光冲天而起 联军没有自乱阵脚 依旧坐着抵抗 在这种战场上 没有英雄主义 一个人能够大杀四方的景象 联军士兵互相配合 形成有效的火力网 对武装分子 造成强有力的打击 敌人见九弓不下 丢下几十具尸体 便落荒而逃 不一会儿 街道上又一次恢复宁静 第二天 武装分子的小头目 乘坐皮卡 来到市政厅大门前 拿着喇叭 向联军喊话 他表示 市政厅已经被包围了 只有投降才是唯一出路 否则 他们将活不过今晚 接着扬长而去 此时联军的增援部队 在前方道路上发现地雷 无法通行 原来武装分子 已经拿下卡尔巴拉南部入口 增援部队见撞 只能改道绕行 他们想通过亚历山大 进入卡尔巴拉 但总部回应道 今天早上 亚历山大已被萨德尔激进分子占领 这让支援部队 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太阳很快沉下山去 夜幕再次来临 联军正在为接下来的战斗做着准备 他们在高处 安装两门反坦克火炮 观察手通过夜市 发现街道上 有武装分子行动的踪迹 随即示意开炮 下一刻 炮声响彻整条街道 武装分子还没有接近市政厅 就被炸个稀烂 联军以为自己 能凭借这样凶猛的重火力 来劝退武装分子 没想到 对方竞价器排击炮还以颜色 这一次 武装分子明显有备而来 他们的火力更加凶猛 进攻也更具组织性 联军士兵被压得抬不起头 只能进行点射反击 因为一旦露头时间过长 那就会被子弹击住 观察手利用夜市影 发现敌人的迫击炮 位于清真寺旁 可清真寺是圣地 其建筑具有特殊意义 眼下也顾不得那么多 联军调转炮口 对准清真寺 伴随着一声炮响 敌军迫击炮阵地 消失在一片硝烟之中 由于众人的注意力 都放到敌人的炮兵阵地上去 这也导致 一名手持RPG的武装分子 悄悄摸到近点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名负伤的士兵单手持枪 三连发化解了危机 连续两个晚上 武装分子都没有成功拿下市政厅 反而还搭进去不少兵力 他们彻底失去耐心 抓来附近女人和孩子 将其摆放在阵地周围 当作肉盾 以此来限制联军的火力 一旦联军敢把枪口对准人质 那么他们将会遭到世人的质疑 武装分子的举动 无疑是把联军逼到绝境 这已经不是阴谋 而是阳谋了 不仅如此 武装分子 还把喇叭放到电线杆上 里面不时地传出投降的劝告 一时之间 联军陷入绝望的情绪之中 有一名士兵看不过去 拿起AK 直接把喇叭打得稀烂 世界这才清静下来 武装分子不仅在正面 向联军施压 同时 背地里还联系到警长 以其家人为要挟 逼迫对方 对卡米尔下手 警长为了家人的安全 只能偷袭卡米尔 将其打晕之后 带到武装分子头目面前 希望能用他来换回家人 但武装分子根本不跟你讲道理 直接压着他们 来到排击炮阵地 这一幕 让心里素质差的联军士兵 顶不住压力 对着敌方阵地就是一缩子 听到枪声 武装分子立刻发动炮击 对着联军阵地 一顿狂轰烂炸 攻击炮阵地就在眼前 他们却不敢举枪还击 只能任由炮弹在耳边炸响 不多时 联军就出现人员伤亡 尚未知道 再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随即提出转手围攻的想法 让一部分素质过硬的士兵 悄悄潜入后方 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此时 武装分子见联军迟迟迟没有动静 于是想到刚才抓到的卡米尔 便要录下一段 对方主动投降的视频 然后发到网上 没想到 卡米尔是个硬骨头 死活不肯妥协 就在武装分子头目 拔出尖刀 准备进行斩首行动时 联军已经抵达现场 密集的枪声 从四周不断响起 卡米尔被成功救下 并且他们还顺利端掉 敌人的迫击炮阵地 武装分子万万没想到 联军竟会主动袭击 他们阵脚大乱 开始撕散逃窜 恰逢此刻 支援部队抵达现场 他们建立起防线 并保护人质不受侵害 这时 熊熊燃烧的房屋内 还有一名人质没有逃出来 卡米尔不顾大火的威胁 挺身而出 最终将其救出 此战大火全胜 看着烧伤的卡米尔 尚未内心感慨万千 领导也因此 撤销对卡米尔的上诉 故事就此落下帷幕 本篇名叫《血战危险卡尔巴拉》 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拍摄而成的影片 尽管波兰军人 在面对如此众多敌人进攻时 还取得了胜利 然而这一场战斗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被人提及 甚至参加这场战斗的士兵 没有获得任何荣誉 直至2008年9月 在波兰选举日报上 出现类似相关的文章 这场市政厅守卫战 才引起人们的重视 至此之后 波兰人评价道 这是继二战之后 波兰军队参与的 最为血腥的战斗 有了宣传 参加战斗的波兰士兵 被授予伊拉克之星的勋章 在2015年 该影片上映之后 政府又为他们颁发波兰军功十字勋章 该片场景还原非常真实 据说 为了拍摄该片 波兰将重型军事装备 搬运到中东地区 目的就是 给观众一个最为真实的体验 不仅如此 影片从头打到尾 让人时刻紧绷神经 它不同于好莱坞大片的个人英雄主义 影片里的每个角色 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面对枪林弹雨 有人会胆怯 有人会挺身而出 随着战斗不断进行 士兵们经过炮火的洗礼后 逐渐觉醒 军人的气感 也在此刻表现得淋漓尽致 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们 欢迎点赞评论和收藏 你们的支持才是我们更新的动力